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可能达到这个一个企业的一个会计报告或者会计报表 一看上面全是数字 看不懂 这个数字和这个数字什么关系 为什么是这样 搞不明白 太枯燥 对于我来讲 觉得咱们会计实际上是要考虑的是 怎么把日常的一些活动 交易 怎么慢慢变成会计的记录 那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形成一个大家看到的一个报表 这么一个结果 那我们会从八个方面给大家来聊一聊 第一个呢 会考虑一下这个会计到底针对什么事情 它的对象是什么 它有些什么假设 那在这过程当中 它有些它自己一些专业的术语 它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公式 它的公式之间相互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会用一些企业不同的这种经济活动 业务活动来展示 这种相互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会有什么影响 最后我们会来看一看这个财务成果 经营结果 它这个承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很多人就都在问会计是什么 第一我来讲 会计就是一个商业语言 那既然是语言 那我们不去想 它就根据有语言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想想咱们人什么时候开始会说话 那是从树上做猴子的时候 从树上到了地下 那这个时候说话最开始是喊 那是为什么需要喊呢 为什么需要说出来呢 那一定是有一种表达的需要在这里 最开始就需要可能说 咱们小伙伴这里有果子 我们来吃吧 或者看见老虎来了 我们怎么赶紧跑 那首先就是说 要有这个表达的想法和意愿 那这个语言是表达你的一种想法 你的一种思想 那你表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你表达了以后还得要有一个接收的 要有一个听众 那如果没有听众 只有你一个人 像鲁宾逊在一孤岛上 那他只能自己跟自己说 那自己跟自己说呢 那你不需要说了 在心里面想一想就行 但是后来他养了一条狗 那这个时候他就又说了 但是说狗 它狗没反应啊 那就涉及到第二部分就是你听的人 接受的人有一个要求 是能够理解 能够掌握住你说话的这个结构 那语言呢 那会计也是一样 他作为一个商业语言 他呢 他也是在表达一些东西 那他表达的是什么 他表达的是商业的本质 那表达商业的本质 首先第一个需要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表达 你为什么愿意去表达 才会涉及到说 表达给谁听 你希望谁听的 谁掌握到 那会计它作为商业的语言 来表达商业的实质 这个表达 表达的需求是取决于 你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 你的需要 比如说在家里面 家里面这个如果我单身 那我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花了多少钱 我不需要向谁汇报 我不需要表达 我不需要告诉别人 我这个月我银行上存了多少钱 但如果我结婚了 我老婆可能就得问了 哎 你这个月工作多少 有没有小金库啊 那这就有了表达的一种需要 所以这是会计作为商业语言 它首先得有一个表达的需要 那这个需要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看 它怎么个表达 那怎么表达 就像咱们语言一样 说话一样 那首先要准确 完整 忠实的把我的想法给 传递出来 那这是一个记录的问题 就像我们要学说话 从开始学说话的时候 现在要学单词吧 学造句吧 学写段落吧 最后写成洋洋洒洒一篇文章吧 那当然如果你的心比较大的话 你可能要写小说吧 那小说那些要有起伏 要有悬念 那这是在终始记录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要能够言要达意 那这是第一个要求 那第二个要求呢 要求是你说的 你要照顾得到你的读者 你的听众 他能不能够理解到你传达的东西 那这就涉及到 你像大家都喜欢看推理小说 爱情小说 你肯定不喜欢去听 或者去看这个实证的评论 学术论文 那都很枯燥 对不对 那就是涉及到第二部分 你怎么样有效的沟通给对方 那这是语言 那放到会计作为商业语言 它一样 它是要求也是两个 第一个要忠实的把商业的本质 怎么样记录下来 然后再怎么样 有效的沟通给对方 那这种记录下来 沟通给对方的话呢 在我看来 就是他就在写一本 企业的 或者商业的一本历史小说 那大家注意 历史小说跟爱情小说 就有很大不一样了 那历史小说 爱情小说你可以编 那就意味着 你可以虚幻出各种男主角 各种不同的场景 但是历史小说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要求 是真实性的要求 就很强烈 当然历史小说里面 可能就有一些你自己的理解 这商业的历史小说 或者叫历史书的话呢 那传递的是什么 传递的是商业的本质 在我看来 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的交换 价值交换好像很抽象 但是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一会儿 我现在口渴了 我想喝点水 那这个时候我到 一小卖部去买水去 那小卖部的售后员 把水给我了 那这个时候 我拿着这水我就跑 那是什么 抢劫 偷窃 那正常的交易呢 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拿着水 我拿我的手机 支付宝 微信 各种之类的 扫一下 或者掏 掏出两块钱给他 那这个就是一个交易的过程 就是一个交换 我们俩在过程当中 你给了我水 我给了你两块钱 这是一个价值的交换 那这种商品的这种交换呢 是大家很容易识别出来 很容易能理解 但是很多时候 在一些商业的活动里面 一些交换就变得 不那么好理解 比如说 你现在要买房 买房你是一次性付款 还是向银行借了 你如果向银行借钱 那你跟银行的这个交易 交换了什么东西 银行给了你一笔资金 你拿到这笔资金 你去买了房子 那银行 希望从这交易里面得到什么 它得到的就是 希望你未来 能够把这笔钱再还给它 当然还给它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活雷锋 它肯定是要赚钱的 它是要牟利的 借给你一百块 它又拿回来一百块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爹妈 这是你兄弟铁哥们 那可能你爹妈对你好 你可能给了你一百块 你不要还了 但是正常来讲 在商业活动过程当中 不会有这种活雷锋 借给你一百块 它期望是你在未来 要还给他一百块的同时 还要考虑要额外付它一点 可能额外你需要付它额外七块钱 假设你借一年的话 那就是你在未来一年以后 你要还给他一百零七块 那这个时候那你会注意 那这个在这种价值的交换过程当中 就会涉及到在不同的时间点的一个交换问题 也就是你用当下拿了别人的一个东西 你未来要再给别人一个东西 那这个出现了一个时间上的不一致 那时间上的不一致呢 那我们对于我们正常来理解的时候 对于企业来讲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要考察这一笔交易 划不划算 那这就出现问题了 那就需要我们在这个时间上 同时考察你给出去了什么 就是银行得到了什么 像你如果借钱的话呢 银行得到了一个 你借款合同里面的一个承诺 承诺在一个时间点上 你要把本金还给他 然后还要把利息还给他 那这是价值的交换 价值的交换 那可能还有一种交换啊 还有一种价值的商业活动 价值交换 就是你向政府收理税 就说我一个月赚了一万块钱 那你拿到时候不是一万块 拿到时候可能就变成了七千 你还要扣五险一金 还要交交税 那这个税是谁的 是政府拿走 那你跟政府之间 是不是一个商业交易 那如果是商业交易 你得到了什么 你失去的什么 你失去的肯定很容易识别 怎么样 你以税的方式把钱给他了 但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东西就是也是一种承诺 政府给了你的一种承诺 他承诺什么呢 承诺在未来给你什么东西 给的东西就很多了 比如说 你给了你安全 你走在大街上 你不用担心被人被人抢了 被人拿刀捅了 把你各种东西拿走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担心谁 这是因为有警察在了 那警察是政府出面雇的 那政府出面雇的这个警察花的钱 就是你交了税的钱收上去的 那这是他的一种承诺 政府的一种承诺 那这种承诺除了有安全 还有国防 还有基础设施 在中国当然还有基础设施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在里面 那这是一种交换 但是大家注意 这种交换 你当下失去的东西 和得到的东西 可能不在一个时间点上 但是我们要考察 这个交易又是在一个时间点 一个里面 时空里面来进行交易的 那这个时候就很有必要 那区分出来 你的这种承诺也好 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 得到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 这就涉及到 会计它的一个对象是什么 对象就是商业交易过程当中 价值的得与失 那这种得与失 也会涉及到是什么时候得到 什么时候失去 你在一个交易里面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价值这个东西 很抽象吧 无数的学究 无数的研究者 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想 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那最出名的是马克思 他写了这个 《资本论》影响这么大 都在考察 这个价值是什么 那这么抽象 大家争论来争论去 争论不休的东西 在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没法用啊 因为谁也搞不清楚 那就没法操作 那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把价值的得与失 给他做了一点转换 你价值不是挺抽象的吗 但是呢 在经济交易过程当中 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比较具体 比较容易看到 比较容易找出来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资金 通知点就是钱 你在一笔交易里面 有没有前进 有没有前出 这就构成了我们会计的一个对象 就是资金的流进企业 流出企业 这是会计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这个资金呢 它可能在企业内部 赚来赚去 那在企业内部的流转 那比如说 在我们家里面 我兜里的钱 算我们家的钱 但是呢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一发现 我前两天取得2000块钱 钱包里好像少了1000块钱 这去哪了 我一打电话 我老婆 老婆哪了 就是这1000块钱 从我的兜里 跑到我老婆兜里去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资金 在我们家里面在赚着 那这部分的资金的流转 也构成会计对象 会计的对象 我们把价值的德语诗 给它具体化 可操作性的 变成了资金的运动 流进企业 流出企业 以及资金在企业内部的 一个流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